狗轩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1年 住的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下边我们看括号 可转换公司债券 我们前面讲的是一般公司债券 所谓的一般公司债券是 我给您打了一张N年期的欠条 我形成负债 我得到钱 将来我的义务是还版付息 但是在债券里边 除了一般的公司债券 还有一种叫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个可转换公司债券 它也是在应付债券这个科目下核算 只不过你原来应付债券下边的明细 直接叫面值利息调整经济利息 只不过它从二级明细变成了三级明细 因为将来它的明细科目会写成这样 应付债券横杠可转换公司债券 扩号面值扩号利息调整 扩号应付利息 不就等于把二级变成三级 东间多了一个可转换公司债券 这么一个明细科目吗 对 那现在咱们必须明确一下 什么叫可转换公司债券 你听好了 如果是我单纯的把我的债券卖给您 我就是给您打了一招N年期的鉴条 这个债券对于我来说是单纯的负债 我用应付债券来表示没问题 那么什么叫可转换公司债券呢 很简单 就是我把我的债券卖给您的时候呀 我自己同时还可以发行股票 就是我既可以卖债券也可以卖股票 不论债券和股票都是我自己的 在我把债券卖给您的时候 您老人家心里就有个小算盘 这个小算盘是什么呢 你就想哎呀我现在买你的债券了 万一将来你的股票市价要腾腾的往上涨 那我现在买你的债券我不等于吃亏了吗 对于我来说我没有买住有潜力股的股票 那我就吃亏了 那对于我来说不论是谁买我债券买我股票 我得到的是不是都是钱 对那这时我就给你一种承诺 什么承诺呢 就是你买我的债券我给你债券 但我规定一个期限 比如说两年之后 如果你真的认为我股票的价格腾腾的往上涨 您可以把我拿我的债券还给我 我给你换成股票 这就叫可转换公司债券 你最初拿的是债券 但是满足一定条件 你可以把我的债券还给我 我给你换成股票 其实站在你买方的角度来说 你花了一次钱买了两样东西 有人说怎么就会买两样东西 你想是不是第一你花钱买我的债券了 对 其实你除了买了我的债券 您老人家其实还得到了另外一样东西是什么 是一种选择权 什么选择权 就是你把你手里拿的债券来我这换成我股票的选择权 那么如果两年之后你觉得我股价不行 你可以不可以不换可以啊 但是如果你觉得我股价市场前景非常好 你把债券还给我 我给你换成股票 那大家想一下 如果要真的换成股票了 我给了你我的股票 您不就成为我的股东了吗 对 站在我的角度 将来这个选择权 您要行使了 很可能会成为我的股东 而股东给我的钱 那可不是负债 那可应该是所有者权益 所以我们把选择权 对应的这一部分 我们给的称之为是权益成分 而站在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一方 我卖出去债券 不就等于我给您打了一张N年期的钱条吗 对 这个债券这一部分 对于我发行方来说 它就是一个负债成分 也就是说 对于你买方来说 你买了债券 你买了能够转换为股票的选择权 对于我发行方来说 我收到钱 其实我同时形成了两种成分 一个是负债成分 就是单纯这块债券之落线 还有一个是您转换为股票的选择权 将来你真转换为股票 你成为我的股东 所以我把这一部分叫权益成分 那将来我就要做一件事 站在我发行方的角度 比如说我收你一百万 那我要知道 其中属于负债成分的有多少 比如说你算完了 有负债成分的是90万 那都不用再推算了 剩下的10万肯定就是权益成分的金额 没问题吧 那现在就一个问题 这个负债成分的90万 咋得出来的 您前边看一般公司债券发行的时候 是不是用它每一年支付的利息 加最后一年的本金给它折现 这个负债成分其实就是本利和折现 我就能算出负债成分 将来用一百万减去负债成分 得到权益成分 那我再问你俩问题 第一 您收到的这个钱是一百万 你总不能总说这么low的词吧 你给一个名词是不是也可以叫发行价格呀 对 那我将来是不是用发行价格减去负债成分的金额 就能得到权益成分的金额 对 这是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既然它是负债成分 是不是这个可转债里边的负债成分 跟我们前边普通债券的负债成分一样 对 所以这一部分负债成分 它核算的时候完全用的就是应付债券 这个科目 它也会用到什么面值 利息调整 应付利息 跟前边普普通通的公司债券一模一样 唯一需要区别的是 它这有一个十万的权益成分 这个权益成分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真的把我股票给您了 您给我的这部分钱貌似应该叫股本 叫股本一价才合适 对吧 但是现在它仅仅是一种选择权 您将来行使了这个选择权 我换给您股票 您没行使 我可能根本不会给您股票 那么我能直接叫股本吗 不能 我能直接叫股本一价吗 不能 但是它实实在在确实是一个所有者权益 我们要用一个新的会计科目 叫其他权益工具 听好了 再讲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曾经用得过一个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它卖的时候反向转到哪去 留存收益 其他中国收益反向转到留存收益 有投资两个字 它是资产类科目 而现在就叫其他权益工具 没有投资两个字 它是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在这反映可转债的权益成分 该铺垫的给大家铺垫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它的账务处理原则 如果你作为企业 你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在初始确认时 您必须做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要把负债成分 就是要把权益成分进行什么 分拆 什么是负债成分 就是你这个债券 每一期要给人家的利息 从最后一年要给人的本金 给它折现 将来我负债成分 一定用的是应付债券这个科目 只不过它的明洗科目是横杠可转换公司债券 括号面值 括号利息调整 括号应付利息 这一部分负债成分的核算 除了这多了一个明洗科目 跟前面普通债券的核算原理一模一样 一个字不太差的 而剩下我们把权益成分 也就是那一部分选择权 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这是第一个 在你初始确认时 您老人家必须进行分拆 那么第二个 在进行分拆的时候 负债成分 是不是把以后买一年的利息 和最后的本金 也就是说他未来的现金流量 给他折现 就是你负债成分的初始确认金额 我用发行价格扣除 负债成分的初始确认金额 就是权益成分的初始确认金额 就是用发行价减应付债券 得到其他权益工具 第三个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生的交易费用 能不能单纯的让负债成分去背 不能 能不能单纯的用权益成分去背 不能 我要在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之间 按照他各自的相对公允价值的比例 去进行分担 有人说咋分担 你不用着急 我肯定会跟你讲 后边有一条选择题 我专门给你讲这分担 在这我只提示一下 负债成分就是以后每一年的利息 双面的金额和最后一年本金折先后的金额 其实负债成分最终最终 就是应付债券钉子上的余额 而权益成分用的是发行价格减负债成分 那么得到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其他权益工具 在我平时核算的时候 它变吗 不变 为啥 你什么时看见你来回的调股本 调股本一价 所以其他权益工具 通常情况下不变 那么我们一会儿会往后说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可以往下做分路吧 可以 比如说我的发行价是100万 假如说我的发行价是100万 这100万我是不是要区分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呀 对 那么负债成分就是把以后买一年的利息双面给它折现 把最后一年的本金给它折现 假如说负债成分是90 那么权益成分不就是用发行价减负债成分得10吗 对 这儿有一个带其他权益工具 权益成分 这儿就有一个10吧 那有人说这90我直接给它带赢负债券 不能 您必须一个一个规规矩矩的给我写 假如说我得到了100万 那么我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也会有面值啊 比如说贷应付债券横杠可转换公司债券 假如说括号面值 那这面值是多少是不是已知的呀 对 比如说这个面值夸张一点说80万 好 这儿有一个面值 分路平了吗 没有 你借方100贷方80加10是我们90 是不是差额差10万呀 对 就会倒几的应付债券横杠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那我能问一下吗 这个利息调整有可能在借方 有可能在贷方 我们现在是在哪一方 现在是在贷方 为什么 你收的钱多 去掉权益成分 是不是你收的钱也比面值多 所以他是在贷方 如果在借方 那实际是不是暗含的是折价发行 你不用去纠结他 那有人说老师不对 您不是告诉我负债成分是90万 你别着急 是不是负债成分是用应付债券这个科目来表示的 对 你应付债券所有明细科目 它的代数核是多少 现在这俩都在贷方 当然所有明细科目的代数核是90 这90就是负债成分 所谓的负债成分 是应付债券所有明细科目的代数核 如果你实在还没懂 我再教你简单的办法 你画一个应付债券的钉资账 总可以吧 这有个贷方80 这有个贷方10 钉资账的余额 就是你的负债成分 就是你的贪债成分 90 这回听懂了吧 没问题 这是第一个发行时 那么第二个 将来做完这一笔分路 我们就要区分一个 是不是进行转换为股票 也就是在转股这个点 我要区分一下 听好了 你在转股之前 你拿到的是什么 就是债券 那好 我就是按照一般的公司债券 对你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 就是按照一般公司债券 对你进行相应账务处理 按照实际利率和贪余成本 确认利息费用 相应的对我们利息调整 进行贪销 咋就正常确认了 您这儿不是有一个应付债券90吗 如果是普普通通的债券 在第一年年末 在第一年年末 你是不是借方 要不是资本化 什么计在建工程呀 制造费用 财务费用 研发支付等等 要不然你费用化 是不是用这个90乘以我们所说的什么 实际利率 那么你贷方 是不是用的是双面 也就是你要分次付息 用的是应付利息 你要是到期以此还本付息 用的是应付债券 横杠 可转换公司债券 括号 应付利息 那么双面 这个债券的面值是80 那我问你一件事 我刚才说了半天了 这个债券是什么价发行 你去掉权益成分 这10万 你还收了额外的90万 90万你收了 你面值80 这不是我们传说中的溢价发行吗 那要是溢价发行 说明我是抢手货 那要我是抢手货 那说明我可以卖的价格高一点 对吧 为啥是抢手货 因为给的利息多 为啥给的利息多 因为票面利率高 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是票面利率金额要更大 比如说10% 那就意味着票面利率高 就意味着实际利率不就是低吗 没问题 将来我就用90乘以我们所说的实际利率 那么代方式应付利息 也就是80乘以票面利率 最后你会倒几个差额 这个差额就是传说中的利息调整 只不过你形成的时候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的贷方 将来你贪销的时候 一定是借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利息调整 它百分之百出现的借方 你要出现的贷方 说明你这笔分路做错了 很有可能是实际利率 你算错了 好 该说的说完了 那有人说 负债成分 我知道了 只要你在转股前 我每一年都要确认利息费用 每一年都要确认应付利息 倒几利息调整 那权益成分呢 我说了一百回了 你什么是看见每年都调股本的 你什么是看见每年都调股本 一下的 在转股之前 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权益成分保值不变 它根本不用做额外的账务处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 将来转换为股份时 慢点 是不是你把债券还给我 我给您老人家换成了我的股份 对 那要换成股份 是不是就意味着 我原来收您的钱 是我收的股东的钱 站在我的角度 是不是就应该是带股本 对 股本永远反应面值 这句话 您服气吧 没问题 既然我股本增加了 我把可转债给你换成股份了 还有可转债吗 没了 那我就要把可转债 所有的对应科目 全额反向 也转了 你号称可转债 可转债不是有一个负债成分吗 也就是应付债券 我就会把应付债券 所有所有的民企科目 全额反向接转 我这么说听懂了吗 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 划一个钉字账 比如说我现在是贷方的八十 我相反的方向划半号 那不就是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八十吗 对 同理应付债券横杠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该过借方过借方 该过贷方过贷方 最后不也会形成一个差额吗 我们这道题最初的可转债的利息调整是贷方的 以后每一年贪销在借方 将来差额比如说还剩八点三 一定是贷差 相反的方向划半号 问号划的哪方 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就要写的哪方 如果你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债券 还会有一个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付利息 也是该过哪方过哪方 相反的方向划半号 我把应付债券的三个明细科目 都给他反向接转了 等于我把哪个成分给他转没了 负债成分呀 我还有权益成分 权益成分形成的是是不是贷方的其他权益工具 对 你现在转换为股票了 他也不应该留着了 你其他权益工具是贷方十万 相反的方向划半号 那不就是借其他权益工具 十万吗 分路平了吗 没有 现在转为什么了 股票 到底的差额就是资本公积 股本 一价 没了 如果你不是一次性转换为股份 比如说 我只是把可转债当中的40% 转换为股份 一定要注意你负债成分销掉40% 你权益成分销掉40% 带方式股本 倒计股本一价 不是以此转股的 就是负债成分销掉一个比例 权益成分销掉一个比例 带股本 倒计股本一价 我们上比例进行账务处理 我为啥说这句话 因为以前考过这种类似的题目 到这为止就算完事了 该说的说完了 我们直接看例8-9 甲公司经批准于20某一年1月1日 按面值发行 按面值发行是不是演示着 或者说意识着 我收到的钱就是面值 对 五年期一次还本 二年付息 那说明利息是一次性给吗 不是 我要用应付利息 可转换公司债券 好像数值还比较大 对于我这种数字不敏感的 恰恰是困难 是2万万元 那就是两个亿 对不对 管项已存入银行 先别往下读了 是不是 我这首先可以借银行存款2万万元 对不对 对 那么咱借账些数 债券的票面年利率为6% 债券发行一年后可以转换为普通股 初始转股价每股10元 所谓的初始转股价每股10元 您的面值不是2万万元吗 转股价每股10元除以10 就等于你能转换的股票是2000万股 这个数字要汇缩 股票面值为每股1元 债券持有人转换股票时 应按债券面值和应付利息之和 除以转股价 然后计算股票的转股价 貌似现在我这个数字还不对 将来你要看清楚 它是按面值转股 还是面值加应付利息转股 有可能按面值转股 该给你的利息我给你钱 也有可能是我不单独给你利息 我是面值加利息之和转股 那么将来我们就是2万 加上按照现在的题目来说 加上应付利息之和除以10 才能算出我转多少股 我这么说能听懂吗 它可以规定按面值转股 可以是面值加应付利息之和转股 好 其实呢 因为它是一年后转股的 我的面值是2万 利率是6% 是不是等于我一年的利息 就是2万乘以6%是1200 对吧 一年的利息 因为你是一年后转股 利息就是1200 2万加上1200 然后再除以我们所说的10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转完的股份数 是2120万股 没问题吧 其实我已经算出了 往下看 假定2022年1月1日 也就是第二年年初 债券持有人将持有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全部转换为普通股 它要是按比例转股 你只能消掉负债成分的一定比例 交掉权益成分的一定比例 代股本 代股本一价 假公司发行可转债 二级市场上与之类似的没有附带转换权的债券利率是9% 这9%是负债成分要用到的实际利率 这9%是负债成分要用到的折限率 好了 那么咱们分析一下 你债券面值是2万 票面利率6% 而且五年期 如果我啥都不考虑 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画出来这么五个间段图 每年的利息就是2万乘以6% 就应该是得多少 一加二 五个一加二 最后你到期了还应该支付什么 2万 有人说你为啥把这个算出来 很简单 我会把这利息给的折限 我会把面值给的折限 算出的本利和折限不就是我们所说的负债成分吗 对 那这一千二 是不是相当于是五个普通年金呀 或者五七普通年金 那就一加二乘以P斜杠A 记住 这一定要用这个 没有转换权的市场利率 9% 5% 加上一个本金2万乘以P斜杠F 负利限制系数 95% 是不是就能算出负债成分 也可以理解为债券的价值 也可以理解为债券的发行价 可以这么说吧 所以负债成分 我们算完了得176656400 您的发行价上面值发行一共是2万 我用2万减去负债成分 176656400 不就得到我们所说的权益成分吗 对 权益成分是23343600 啥都不考虑 这一定是负其他权益工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权益成分 23343600 这数没问题 没问题 然后负方 权益成分说完了 该说负债成分了吧 负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第一个明细科目是面值2万 道挤差额 道挤出的差额永远是谁啊 利息调整 23343600 有人说你承诺的负债成分呢 我说了 负债成分就是应付债券 所有明细科目的代数盒 就是你应付债券的盯资账 反正我也要算利息 我何不顺水推舟 把应付债券的盯资账的余额算出来 这有一个借方的多少 23343600 这有一个代方 我们所说的什么 两万 如果您没算错的话 您可以算一下 两万万元 减去23343600 得到的就是176656400 这个数 你往前翻一下 是不是跟你负债成分的金额一样 完全相同 它是干啥的 它是你负债成分的金额 也可以叫贪于成本 它是算第一年 利息费用的基础 176656400 我就是用这个数 乘以实际利率 说了9% 您可能费用化 借财务费用 也可能资本化 就是借什么 在建工程 制造费用 研发费用 有人说考试 我可以随便写吗 美的 你考试师 他一定会告诉你 我是用于厂房建设了 我用于产品制造了 我是用于研发了 我还是用于普通的经营 他一定会告诉你 最后算出是15899076 您不是分次负息吗 代方是应付利息 永远是双面 两万万元 乘以6% 得到1200万 到几 利息调整 这个数一定是到几的 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利息调整 3899076 结束了吗 没有 到这为止 我能问你一句话吗 可以 您当时形成的利息调整 在借方 第一年的贪消额 在代方 是不是跟我前面 跟你说的结论是吻合的 对 好了 已经一年了 您不是说一年之后 可以把这个债券 转换为什么 股份吗 假如说 您告诉我在20某 二年1月1日 真的全部转股了 您是按面值 加应付利息转的股 面值是2万万元 利息是1200除以10 算出是2120 万股 是不是跟我当时跟你算出的 这个2120万股是完全吻合的 对 此时就会带股本 2120万股 因为股本永远代表面值 接下来 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把负债成分给它消掉 对 负债成分 其实就是应付债券 横杠 可转换公司 债券 只不过在这儿 我们一共用到它两个明细科目 一个是扩号 面值 横杠 可转换公司债券 扩号 面值 是不是带方 我们所说的 2万万元 相反的方向 换完号 你扶起吧 那就是 借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面值 2万万元 然后 还有一个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是利息什么 调整 这儿有一个借方的利息 要整 23343600 23343600 这儿有个带方的 3899076 您能不能给我算出差额 完全可以 那就是23343600 减去3899 然后076 算出来的就是19444524 你们一定笑话我了吧 这就是你们经常犯的错误 差额一定在数额大的一方 一定是19444524 将来相反的方向画问号 问号画的哪方 我就应该写的哪方 所以这儿就有个大应付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 利息调整 19444524 写完这笔分路 你只是把谁给灭掉了 负债成分 您不还有权益成分吗 权益成分是其他权益什么工具 这儿有个带方的23343600 23343600 相反的方向画问号 借其他权益工具 23343600 完了吗 负债成分灭完了 权益成分灭完 已经完了 您这儿不有一个带应付利息 1200吗 您给我钱吗 不给了 这1200是要转换为股份的 否则你凭什么用2万加1200 除以10 既然不给了 我就把应付利息 1200 消掉 这回真没了 负债成分灭了 权益成分灭了 然后股本也形成了 倒计差额 那么带资本工具 这一定是股本溢价 194699076 这个数一定是倒计的 好 到这儿就完了 那如果有人就说 是不是你这道题已经讲完了 已经讲完了 那我只善意的多提示一句话 如果他考试时说 我只按面值转换为股份 假如说这么说 将来你算股数的时候 只能用2万除以10 算出2000万股 这儿股本这儿写2000万 倒计股本一讲 那有人说应付利息呢 你既然欠我利息 你又按面值转股 将来你要把利息给我 将来你给利息时 就会带银行存款1,200 借应付利息1,200 有人说 为什么按面值加应付利息转股 也有按面值转股的 因为我有一个担心 什么担心 如果你按面值加应付利息转股 你是不是将来占的股份数就多了 那可能你会吸食我的股权 如果我判息是我的股权 我有可能规定按面值转股 利息我给你 至少利息对应的这部分 我不用再额外给你股票 是这个意思 所以考试是看清楚 它是什么转股就可以了 这道题其实已经说完了 我最后想给大家补充一下 转股数量的计算 刚才不是2万 然后每股转股价10元 假如说是这样 他告诉你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总额是1万万元 他告诉你每张面值100元的债券 可以转换为8股股票 这也是一种描述方式 每张债券100元可以转换为8股股票 我只要算出有多少个100元的债券 我用这个张数乘以8 不就能得出股票数吗 那我就用1万万元 除以100算出有多少张面值100的债券 一张转8股多少张乘以8 我不就能算出转股数吗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我告诉你债券面值总额是1万 然后我告诉你转股价是12.5 那就是1万除以12.5 也能算出来是800万股 这两种情况给你哪一种情况 您都得会算 这是我提示大家的 另外在这我还有一些话要提示大家 比如说我如果发行富有赎回选择权的可转换公司产券 在我卖债券时我给您承诺了 将来我股价上涨的时候 我把债券收回来给您转换成什么股票 但是站在我发行方的企业 我可能也会想一个问题 哎 万一你行使选择权 那我原来的股权不就会被稀释吗 我怕 在我就会在你还没有转股资格之前 我把这个债券赎回来 你守了没了债券自然不可能转股 但是站在您的角度来说 您不是不甘心吗 明明可以很快就眼看着拿到股票成为股东了 但是我就是在你转成股票之前 把这债券赎回来了 站在您的角度来说 您是不甘心 您是吃亏了 您可能就发喊 跟我说一句话 你想赎回我手中的债券可以 你要额外 我说的是额外 多给我一块利息 这个利息就是我们所说的利息补偿计 将来站在您的角度 正常每年的利息我应该能收到 然后利息的补偿金这一块 我是不是是我额外收到的利息啊 对 这一部分利息也是正常的记住应付利息 也是正常的该资本化资本化 该费用化费用化 等于是按照我们前面那道题 不是每年的利息一千二吗 在你马上能转股市 我把债券赎回来了 我除了给你一千二 我还要额外再给你 比如说三百的利息补偿金 这一千二正常的题 三百也正常的题 他说的是这个意思 那么看完这块内容 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这道单选题 其实我只是想给你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发行费 那如果我发行的是可转债 那么是不是发行费用 要在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之间 按比例进行分配啊 对 这道单选题就解决这一件事 贾公司2015年1月1日 发行三年期可转换公司债券 那是不是画个图 现在是第零年 一代表第一年年末 二代表第二年年末 三代表第三年年末 实际发行的价款是十万万元 等于面值 我是不是可以做第一个分路了 本来这是借银行总管十万 但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面值十万 对不对 咱们接着往下注 其中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九万 那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要是九万 权益成分的公允价值不就是发行价减负债成分是一万吗 将来我负债成分占发行价的比例是百分之九十 九万除以十万百分之九十你服气吧 而权益成分所占的比例就是百分之十 你服气吧 没问题 他说如果没有其他的 那我是不是代方其他权益工具就应该是我们所说的一万 你告诉我权益成分是一万 我应该倒挤出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 我这么说你服气吧 没问题 但是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债券发行师另支付发行费用三百 慢点说 另支付发行费用三百 其中百分之九十 也就是二百七 我要让负债成分去承担 而我们三百的百分之十也就是三十万 我要让权益成分去分担 我先不用管他 第一步 你既然发行了这三百万的发行费用 是不是你收到的钱 这就会少三百万呀 本来是十万 这就减去三百 得到九九多少 七零零 另外 您不是说权益成分只负担其中的百分之十三十吗 这代方的其他权益工具 因为发行费用的存在 当然这就不是一万 而是我们所说的一万减三十 得到九九七零 这个数字能听懂吗 好 所有的数字都有了面值保持不变 到底利息调整 一零 二七零 这个一零二七零 假如说没有这个数 是不是我的负债成分 我的负债成分 你这告诉我应该是九万对不对 应该是九万 那现在有这个数 我想知道负债成分还剩多少 那不就是十万减去我们所说的一零二七零 不就得到八九七三零吗 变大变小变小了 九万变成八九七三零 实际中间就是减去了二百七 得到八九七三零 你看就相当于是在权益成分这减去个三百的百分之十 在负债成分这减去个三百的百分之九十 减去二百七 这就是传说中的发行费用 按负债成分权益成分相对的比例 然后去进行分割 权益成分直接在其他权益工具这减掉三十 负债成分倒挤在利息调整里边 貌似我们现在算出来的应付债券就是八九七三零 好像这选的不对 应该是选项地八九七三零就可以了 那有人说老师我就有一点不明白 本来呀 负债成分是九万 面值十万 这应该是一万 为什么承担了发行费用 这变成了一零二七零了 你糊涂了 是十万减去这个数才能得到负债成分 这个数越大 你算出的负债成分不是反而越小吗 所以他表面说利息调整 这个数变大了 但是十万减去变大的一个数 得到的负债成分不是反而变小了吗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八九 七三零就可以了 这道题专门给你解决我们所说的发行费用 至于说前边的这块计算 我已经口述了 在这不再重复 另外我还想给大家补充一个内容 就是根据二十二号准则 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准则除了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技术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交易性金融负债我说的很清楚叫交易性金融负债有人说不是应该叫交易性金融资产吗也有另外一个科目叫交易性金融负债除了他之外其他金融负债的相关交易费用应当记住金融负债的出使用 确认金融那么在这儿其实就提到一个内容 就是发行价格需要记住应付债券的出使确认金融 你不是倒计在利息调整里边了吗 那好也就是抵减了应付债券的出使确认金融 啥叫抵减 我原来不承担这二百七的发行费用 我负债成分是九万 我现在承担二百七变成八九七三零金额是不是变少了 是从而影响以后各期实际利息的计算 将来我们要把由于发行费用发生 而导致借款利率上升的这一部分利息费用做相应的调整 有人说咋调整 实际是正的意思 就是我要重新计算什么 折限率 站在我的角度 我就以这道题为例 我就以这道题为例 是不是他一共是我们所说的几年期债券 三年期 那么如果他要是三年期债券 零一二三 他每年的利息是不是双面 是 利息是十万 然后他给没给票面利率 好像还没给 如果假如说十万 他给了票面利率 你用十万乘以票面利率 是不是就相当于能算出买一期的利息 对不对 对 然后第三年年末 是不是还有一个收回本金十万的一个动作 对 那这时不就是完事了吗 这三个双面算出来的是什么 利息 那我就是用你算出来的利息 他不是我们所说的什么吗 他不是我们所说的普通年金吗 乘以P斜杠A 我当然乘以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这儿用I也行 用R也行 无所谓 因为是三期的普通年纪 这儿是三 这是利息 每年折现 最后本金折现不是负利限制系数吗 是十万乘以P斜杠F23 等于什么 这个本利和折现 本身 他应该等于负债成分九万 但是因为发行费用的存在 我的负债成分已经不是九万 变成八九七三零了 我就让他等于这八九七三零 将来我就会算出一个实际利率 这个实际利率 就是以后你每一期用 谈余成本乘以的实际利率 就是算资本化费用化利息的基础 实际这儿的八九七三零 你别算错了 一定是用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 负债成分 等于本利和折现 这是我特意强调的 如果没有发行费用 债应该等于负债成分九万 有发行费用 他应该是八九七三零 也就是九万 减去发行费用二百七之后 算实际利率七万千万 别错了 这儿我就跟你讲到这儿 看完这个内容 我们看二零一三年的一个单选题 这道单选题出的还挺巧妙 我们先看看 他在问你什么 二零某四年一月二日 该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转换为假公司股份 没有留下一点 那就是全额把负债成分灭掉 把权益成分灭掉 带股本 倒计股本一价 所以他问你转换应该确认的资本公司股本一价是多少 您还必须给我把分录写出来 才能看出来他的资本公积股本一价是多少 这就是我们著作会计师考试跟中级会计师务考试的一个区别 首先读题 假公司二零某二年一月一日发行一千万份要小心 他很可能告诉你转股是每份转集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份面值是一百 那是不是一千乘一百就应该等于十万万元呀 对 但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括号面值十万 这个数知道怎么来的吧 没问题 他说每份发行价格是一百点五 每份发行价格一百点五乘以一千 借银行存款是一零零五零零 您可千万别认为 可转债每次的发行价正好等于面值 这不就是让你见识见识不等于面值吗 好 接着往下注 然后他说可转债在发行两年后 每份怎么样 每份可转债可以转回四股 假公司普通股 我一共有一千万份 每份转为四股 是不是我的股数就是四千万股 每股面值一元 将来我转股时我股本 这个数就定了 就是四千万 好 接着往下说 他说假公司发行该可转换公司债券确认了负债出使计量金额是 一零零一五零 慢点说 那么应该是负债成分的初始券认金额一零零一五零 而负债成分不是应负债券所有明细科目的代数盒吗 你这除了面值 貌似就差一个利息调整 您必须是十万加上一个数才能得到这一零零一五零 加上一个数 说明利息调整跟面值的方向不应该相同吗 因为面值是在代方 利息调整也在代方 最后倒挤出权益成分 其他权益工具是三百五 我也可以认为我的权益成分是用发行价一零零五零减去负债成分一零零一五零 算出这三百五不也可以吗 没问题 做完这笔分路您老人家没有一种冲动吗 一定要给我画一下应付债券的金字账 这有一个贷方的十万 有一个贷方的一百五 加起来是一零零一五零 这叫什么 金字账的余额 这叫什么应付债券的贪余成本 咱接着吧 先看 权益成分已经算出三百五 二零某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也就是第二年年末 与该可转化公司债券相关的负债的账面价值一零零零五零 慢点慢点 我原来负债成分是一零零一五零 现在变成了一零零零五零 是不是我只能认为你利息调整摊销了一百 因为面值不会动 你看负债成分由面值和利息调整形成 因为我面值不会变 而你的总的负债成分减少了我们所说的一百 我只能认为利息调整摊销了一百 利息调整形成的时是在贷方 那他要摊销的时一定在哪方 借方 借应付债券可转化公司债券利息调整一百 对不对 对 因为他直接告诉你的是第二年年末的数 你还能不能用最初最初盯这样的余额一零零一五零乘实际利率不能了 他是算第一年年末的技术 他直接告诉你第二年 另外他没告诉实际利率 那我可能借方是在减工程养好财务费用好都没关系 贷方是不是应该是个应付利息呀 他也没告诉我票面利率 我不用管他 我只知道利息调整在借方就可以了 所以我相当于在二零某三年12月31日 我把两年累计的分楼在这一块就确认了 确认之后你不是两年之后转换为股份吗 转换为股份我就要把负债成分灭了 所谓的负债成分是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括号面值 面值不是贷方的多少 十万吗 相反的方向换文号 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面值十万 另外不还有一个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调整吗 您最初是贷方的一百五 这有个借方累计一百 您还有贷方五十 相反的方向换文号 借应付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利息调整五十 我写完这俩不等于把负债成分灭了吗 不还有权益成分 权益成分始终在贷方其他权益工具 三百五 相反的方向换文号 那不是借其他权益工具三百五吗 负债成分灭了 权益成分灭了 然后股份有了 到底股份一家 九六四零零 所以这个数就是我要选的选项地 有人说老师不对 您这不有个应付利息吗 将来考试如果他说 面值和应付利息之何转股 那你就把这俩架设 如果他啥都没说 默认为他利息要单独给你 他怕你吸食他的股券 将来你还要做一笔借应付利息 打一样松款 更何况这一道题根本没有给你票面利率 你怎么算应付利息 所以这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选项B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就一个单选题二分 至少你要写几步 概念一定要清楚 看完这块内容 这一章的最后一个标题 就是长期应付款 我们现在长期应付款 貌似只核算一件事 就是具有融资性质的延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将来我们要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怎么进行占物处理 比如说你要买一个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如果这固定资产不需要安装 直接借固定资产 需要安装借再借工程 无形资产 那就是借无形资产 如果你告诉我 你要分五年支付 每年支付多少 四十万 贷方长期应付款 就是五乘以四十等于二百 而借方 我记住资产的金额 能是直接写二百 不能 我会把这五个四十给他折现 折成的限值 比如说一百八 我是以购买价款的限值 来记住资产成本 倒挤出的二十万 是未确认融资费用 有人说这怎么讲过 固定资产讲了一遍 无形资产 根据二零一二年的选择题 又讲了一遍 你要还不会往前去翻粉 这一百八是不是理解为 未付的本金呀 这二十理解为未付的利息 那最后我要进行贪销 当我给出第一个四十万的时候 借长期应付款四十 但银行总款四十 我认为里边既有本金有利息 那么将来利息是多少 反向贪销 代未确认融资费用 借方可能资本化 可能费用化 用未付的本金一百八成实际利率 这块内容不拓展讲 因为第三张固定资产讲过 第四张无形资产又讲了一遍 回去自己看 那么到这为止 就意味着我们第八张负债的所有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重点还是讲应付债券的账务处理 既包括一般公司债券 也包括可转换公司债券 而对于像长期借款 包括前边我们提到的流动负债的核算 基本原理能掌握住就可以了 流动负债就是有一个委托加工 我们消费税如何处理 那算比较重点的内容 其他的简单的了解 那么到这为止 就意味着第八张所有的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送大家一话 这已经学到第八张了 第六张是长期股权投资与合运安排 您能听见我说这段话 说明你已经越过了长头这个坎 我还是那句话 后边还会有坎 比如说第十张的股份支付 第十三张的集中工具 这些都是大家要遇到的坎 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一句话 坚持住就可以 送大家一句话 不甘心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进步 你第六张如果听不明白 你玩了没有的听 本身就在进步 所以痛苦的时候 就是你在成长 咬牙坚持住 你想成为高大上的柱头怪解师 那本身就是一种蜕变 蜕变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呢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这一章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